好 接下来是AI的报道 AI的运用和发展以光速的方式在前进 而美国也特别的担心AI攻击无孔不入 因此美国政府出手成立一个AI安全小组 22个成员里面除了政府官员学者之外 比较受争议的是企业巨子大佬都被网罗 包括了微软 Google 多位科技龙头高层 他们在这个月初立刻会召开首场会议 而AI的发展趋势包括了三星 亚马逊 都在AI助攻下营收 销售额在第一季翻倍增加 而微软积极布局东南亚除了砸重金打造AI基建之外 另外还会在东协培训250万名高科技人才 在印尼国歌作业声下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献身雅加达 带来一项重金投资的消息 微软将用这笔资金在未来四年 扩大印尼的云端服务和AI基础设施 当中包括建造资料中心 而完善最新设施的同时也培育足够的在地技术人才 同一天纳德拉也和印尼总统佐科威会面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全球科技大厂都把目光转移到有成长潜力的东南亚市场 而印尼只是纳德拉此行的第一站 这星期还将造访马来西亚和泰国 继续推广自家的生成式AI技术 AI推动经济成长的力道 在各家科技大厂相继公布的最新财报中一一证实 包括三星电子受到AI带动记忆体晶片市场复苏 激励第一季营收飙升超过十倍 电视龙头亚马逊也因为有AI强力助攻云端运算事业 第一季销售额大增13% 冲破1430亿美元 亮眼的业绩数字让各家大厂积极在全球布局 但安全性、银丝和著作权依然是代解的难题 周二美国共八家报社对OpenAI和微软展开法律行动 控诉他们为了强化AI聊天机器人 侵犯新闻报道的版权 提告的包括纽约美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等 通通是全美第二大报纸营运商澳登全球资本所有 除了侵犬引诱外 美国政府也出招 新成了一支AI安全顾问小组 又来研究如何防堵AI的威胁 里头共22名成员 除了有顶尖AI学者、政府官员 还集结OpenAI、谷歌和微软等科技龙头的高层 今年1月OpenAI执行长阿特曼才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警示 AI科技可能引发的未知风险 这个安全小组马上就要在5月初召开首次会议 只是外界也质疑 把开发这些科技的企业巨头 也放到安全小组中妥不妥当 AI风险有待评估 但密苏里州的警方最近运用一套搭载AI的摄影系统 侦破一起枪杀案 当时凶贤在犯案后驾车逃逸时 路边监视器连车牌号码都没拍到 但是不能小看AI 调查人员把上述特征加上案发的时间和地点 一定输入进系统 立刻跑出所有和条件相符的车辆照片 接着在经由一名人类分析师进行更精确的比对 也顺利找出车牌号码 最后就靠着马路旁的AI摄影机 便是一台台通过了车辆 结果成功在几天内逮到嫌犯 只是车子开过去就被看透透 也引发当地民众担心会不会侵犯到隐私 TV的新闻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